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四月十八號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們預計今天稍後會多一些驟雨 以及有雷暴 大家要留意 看看香港的天氣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都是介乎二十一至二十三度 現在我們吹著一些偏東風 我們預計稍後開始 我們元朗地區會慢慢轉吹 多一些偏南的風 偏南的風會帶到更多水氣 來元朗地區 加上在預報圖上看到香港的位置 我們今天稍後 以至明天都會在華南上空 有些不穩定波動的天氣 有機會影響著我們 所以我們預計 今天稍後會多一些驟雨和雷暴 大家如果出門的時候 都要留意天氣的情況 我們一起看看 在香港這個位置 衛星雲圖也看到 現在在我們上游地方 在我們廣東、元朗地區的西面 以至內陸都是多一些雲 以及其實有些驟雨 在雷達圖像也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在廣東西邊元朗地區 以至廣東內陸 好像廣州附近都開始有些驟雨的發展 所以我們預計 今天的天氣會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的驟雨 而稍後也會有驟雨增多 以及有機會有雷暴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二十七度 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 所以我們也展望今天稍後 以至明天星期五 都會有些驟雨 亦到週末以至下週初 開始會見多些陽光 驟雨減少 天氣比較炎熱 因為我們華南元朗地區 到時高空的反氣旋會增強 所以我們預計在復活節假期的後段時間 大家也會享受到多些陽光的天氣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